各位,今天我们的每天与主同行 我要跟大家去看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圣经这样记载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 打发人去叫他 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他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真行父神旨意的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常常被人错误了去演誉 以为信了耶稣 跟随耶稣的人 他就没有亲情可言 可是他们忽略了 因为真正的亲情不是暂时的 是可以永远长存的 不是单单地上这个关系而已 耶稣道成的肉身 从人的角度而言 他是玛利亚所生 当然是圣灵感动成韵 在约瑟这个家庭里面 约瑟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儿子 所以按人论耶稣有母亲 也有弟兄 但是关系 只是建立在第三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也把照顾母亲的责任 交给约翰 所以看他是故亲情的 当时不少的人在耶稣的周围 他们听见天国的道理 他们寻找永生之道 那些真正寻找的人 得着永生 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了 有这个永恒的关系 可以直接到永远 所以当时耶稣就把众人所注视 在地上这个血缘 暂时的亲情关系 把他们转到一个永恒不变的 关系上面去看 所以听了他的道 有遵行父神旨意的人 他们好像耶稣遵行父神旨意一样 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关系可以一直沉到永永远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